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中国两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华文和中兴,日本政府也已决定,将其排除在信息设备采购招投标企业名单之外,目的是在防止精密信息外泄和打击网络攻击方面,与各国保持步调一致。 舆论注意到,当前正值中日关系回暖期,产经新闻也在报道中提到,有声音担忧,日本首相安慰晋三政运作年底反华,此只可能会给目前处于改善基调的日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。 中方存在以日本的做法,违反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,进行解释的余地。 不过,尽管存在担忧之声,解封杀中心华为仅是产经新闻一家之源,但这一消息依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,外界纷纷猜测,日本真会仅随美奥,对中国统刀嘛。 对此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,丁一凡,在接受参考消息王采访时分析,产经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真实度较高,日北政府最终选择封杀中心华为的可能性较大。 当前,一些八大国家试图联合起来,阻击中国5G技术发展,其背后是一种基于冷战思维的恐惧心理,但这一举动恐怕只会是无用功,西方国家此举只会把自身,排除在全球优质5G技术之外。 在5G技术方面,中国有能力保持战略自信,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勇,则对参考消息王表示,当前,产经新闻在中心华为问题上发出是碳气球,即便尚不是日本政府的最终决策,但也许引起高度关注,排斥中心华为事件发端于美国,且并非单纯的生物竞争,也并非个案, 而是一种理政治为借口在商业方面的变相制裁,如果产经新闻的报道属实,那么就意味着日本在这一问题,尚已加入美澳阵营,在商业方面,将必然影响中国对日本商业投资的信心,打击中国企业对日本经济合作的热情激信任度。 刘江勇进一步指出,如果日本政府将中心华为派出在招标名单之外,那么中日间的互信将受到影响,甚至会对安倍未来访华产生消极影响。 目前,安倍计划与自民党总裁选举后访问中国,原本这是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好事,但中间横生之节,就可能会影响安倍访华的效果。 同时,此事出现在中日关系回暖的进程中,就反映出日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,或在一些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上,人会优先考虑美国,中心华为问题,可能就是信号之一。 而日本之所以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,是由于中日关系已处于回升期,在这方看来,现在需要考虑另一方面的平衡,即安倍在2006年,就已提出的所谓日美奥印四国联盟,并试图换取美国在此方面的战略支撑,通过这一事件,可以见微支柱,看清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。 在中日关系方面,应该促进的合作需有所加强,同时,必须提防日本再对华策略调整,使有更大的战略手引在后面,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